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到一处,它都会令我看到一些新的 关于地球和它的历史的东西 我们最后停在一座古旧废气的煤矿入口 这个就是代顿煤铁公司 大约是100至110年前建筑的遗迹 令人惊奇的是,如果你不知道这里的历史 而只是看这些石头的话 你会以为它们非常古老 其实如果我们在希腊 你可能会想它们有几千年历史 只是看结架本身是很难说的 这样,富二德,我需要你做些事 因为我了解常规凡色是用一条直线 你描述地球历史 有很多均匀变化的过程等等 但创世记的历史告诉我们 并不是这样均匀 大家说得好 比较后书第三章提到 末世的时候,人们会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 因为从列祖随了以来 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 这个概念就是 你现在观察到的东西 现在正发生的 下面的小溪里面正发生的 地球上每个地方正发生的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发生的 在地球所有的历史里面都一直是这样 经文还告诉我们知道 他们故意忘记 他们不止忽视这些真理 他们故意拒绝这些真理 经文列出瘡势和大洪水 根据圣经 这些事件显然和现在是不同的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很奇妙的事情 那个缘崖并不是在原本的地方 那个缘崖本来在大约1000英里更高的地方 它下滑到目前的位置 这是一块很大块的巨石 很大 巨大 今天有什么地质过程 能够将这么巨大的岩石滑下来呢 这件事延续了足足有一英里 但在这些岩石里面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证明表明 在之前发生过更大 和现在更不同的一个事件 而且在那些岩石里面的化石 是属于现在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 所以按照经文的说法 我自己的经验 你不能用现在来判断过去 这是创世本身 神在六日中创造了宇宙万物 神创造了行星和行星 祂用伸出的帮秘铺展了宇宙 显然在今天不再发生了 祂不再创造行星 实际上在那段经文最后 祂说祂做完了自己创造的工作 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所谓的伊甸园时代 阿当夏娃还在伊甸园的时候 那时和现在是非常不同 我们从这段经文得到的这样的印象 例如如果阿当夏娃没有犯罪 他们就永远活着 很难想象人类永远活着 真是一个很不同的世界 截然不同 他迟住了多久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突然结束了 印象阿当夏娃吃了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 然后神就在了受造界 他改变宇宙中的规则 现在太阳不再是可以永远发光 我们不可以再永远活着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当时是如何 因为我们只是看到现在的规律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确实是这样 因为神才需要将祂的话语给我们 我们现在提到的第三个时代 我称之为洪水前的时代 是人落落了之后和洪水来之前的时期 是一个和现在不一样的世界 自然规律的运作和今天一样 但那里的生物是不同的 植物都不同 那时的地球稍微温暖一些 各个大陆的位置都和现在不一样 可以看得出是非常不同的 那就是我们在彼得书信所读到的 世界被毁灭 所以洪水不单止是将所有东西浸泡了一下 而是根本的彻底的改变 是吗? 是的 如果我们目前的了解是正确的话 当时有大陆迁移 彼此碰撞造成了山脈 山脈浓起到几万英尺的高度 当时洪水冲过整个大陆 从旧的大陆上挖去了几万英尺的沉积物 然后再在上面沉积了几万英尺的沉积物 当时那时发生的是强度惊人的地震 你所说的洪水前时代 现在变成洪水后时代 基本上地球需要从全球洪水中恢复过来 大气需要恢复 地质岩层也需要恢复 在我们的模型里 原来是洪水期间的水被加热的后果 海洋内的水蒸发使海洋冷却 这些水分飘移到大陆上空 然后降下大量的雨 在某些地方所降的雨变成雪 但降雪的速度速度 非常快 没有缘断 没有机会溶化 就积累成几英里厚的一系列冰层 然后当海洋冷却到一个地步 这个造雨系统就停止了 然后那些冰村就开始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崩塌溶化 宿泛到现在的位置 它们继续溶化 这个所谓的全球变暖 其实在地球恢复着 地球仍然在大洪水后的恢复过程中 那真是一个相当动荡的时代 但是你还有一个最后的时代 现代的时代就是从大洪水之后 几个世纪开始到现在 这段时间是你可以通过研究 现在的地质过程你都了解的 这样会导致人认为这些过程 如果你一直向后推 的确是这样 你将现在的过程往后倒退 那就是彼得后书所说的 就是人所犯的错误 似乎是合理将现在伸延到过去 并不是不合理的 但你需要回到圣经那里 去找回必须的资讯来重建历史 是 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从圣经开始 你只会看到故事的开头 是 神给了我们阅读岩石的能力 可以补充其余的故事 我们需要充分地了解大洪水 我们从圣经开始 然后去研究岩石 去问那些岩石 他们会告诉你 过去发生了什么事 富尔特说得好 圣经记录历史事件 但没有解释这些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而这些就是科学家的工作 他们试图根据圣经历史 来解释这些证据